James officially became a free agent Now the big question What's next for him 戴着帽子一身轻松 NBA球星张皇张姆斯 才刚降落美国洛杉矶不久 这回已经确定要在这落地生根 We have some breaking news And it's the news Laker fans have been waiting to hear LeBron James 4次NBA MVP 3次NBA Finals MVP 你真的没听错 张皇下一季确定穿上 洛杉矶湖人队球衣 ESPN资深记者沃神 在推特上最先爆料 张姆斯以四年1.54亿美金 大约台币46.2亿元的合约 加盟洛杉矶湖人 张皇上周才宣布 步步行驶与骑士队最后一年合约的球员选项 各界就开始纷纷猜测 他最有可能跳槽的球队 包括火箭 暴龙 七六人 甚至今年打败张皇夺冠的勇士队 最后却决定选择加入市场规模较大的球队 不过张皇到哪都不意外 毕竟33岁的张皇宝刀未老 上一季82场比赛全勤 平均可以攻下27.5分 9.1个助攻以及8.6个篮板 高档表现让各队球团垂涎三尺 就连胡人前看板球星Coby 亦得知张皇的加盟 也赶紧发推特欢迎 为今年NBA夏天投下最大震撼弹 三里新闻 陈泰报道